陈福走进更衣室时 陆毅正在摘手套 他瞥见陆毅的作战服上色彩分明的印记 忍不住则舌 心想原队实在太狠了些 虽说是没有火药的空心弹 但直接近距离开武枪也绝非毫无痛感 更何况 他见陆毅微微拧眉 触碰左侧肋骨的手轻轻颤了一下 陆队 你这伤 没什么大碍 暂时穿不了防弹衣而已 陆毅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抬击手解开作战服上衣 露出精炼的臂膀 他的肌肤比寻常男子还要有黑几分 但更加光泽皆是 然而横更在背脊上的几条 争宁可怖的伤疤却破坏了所有美好的表象 陆毅听见陈福轻轻撕了一下 他没有回头 只是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别告诉惊吓 可是 没什么可是 都过去了 陆毅静止打断了层服的话 不容置会 将丢在场椅上的阴雾整齐的叠好放入储物柜里 转身走进了大澡堂 他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却不打算再伤到心上人 陆队 好久不见 大澡堂里热闹非凡 赢得演习胜利的二队队员嘻嘻哈哈 杨月回头看见近来的陆毅 客气地打了声招呼 陆毅轻汗手 脑头寻了个空位 拧开水龙头 寒冷彻骨的凉水淋湿了他整齐的短发 陆毅闭上眼 随着呼吸时强食弱的疼痛似乎舒缓了些 哟 这不是金钟报国的陆队长吗 您终于舍得回我们这小破庙了 谢霄阴阳怪奇的声音传到耳侧 陆毅壮若未闻 将手中的香皂默抹在了脖梗侧 谢霄 你什么意思 陆毅不开口 不代表一队其他人愿意忍气吞声 方程将手中的毛巾往水龙头上一甩 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 身侧跟着一队另几名年轻的队员 二队自然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 立马也大步赢了上去 双方剑拔弩张 一副随时都要打起来的架势 陆队 陈福虽代任一队队长 但他更习惯听陆毅指挥 如今陆毅既已归队 陈福更实在不愿管控那群刺头 他下意识地看向陆毅 后者随意地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字 壮似自然地放下手 那边 谢霄不顾杨月的阻拦在上前一步 立直气壮地瞪着方程 怎么 欺负我们队长是姑娘是吧 别以为你们陆队以前是惊吓的男 都给我滚回去 陆毅说而睁开眼转身望去 他仍站在原处 离队员们不算近 然而令他们抖增危机感的压迫力 依然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 演戏不够尽兴是不是 明天负重拉链 每个人都跑五公里 时隔一年 继之不计打的小伙子们 再次真切体会到陆阎望的恐怖之处 看着阵仗 怕是陆队又发火了 一墙之隔的女浴内 上官戏同惊吓吓笑道 惊吓吓唬地应了一声 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发顶 上官戏见他没什么反应 打趣道 你这是打算和陆队一刀两断吗 等了整整一年 就为了和他重逢时狠狠揍他一顿 西姐 我哪有这么小心眼 惊吓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困惑的微醋眉 我就是觉得不太对 哪里不对 你看 陆毅这一年可是去的违和不对 又不是去度假了 惊吓习惯性地咬了咬大拇指的指甲 陆毅曾经纠正过他这极不卫生的动作 然而偶尔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他又会不自觉地捡起老习惯 不论是实战还是训练的强度 都不可能比在队里示弱 按理说他要撂倒我那可是绰绰有余 可是今天我自己都没费多大的气力 就将他摁下去了 就算陈松在暗处 以陆毅的性子 也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抵抗 我总觉得 陆毅肯定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 可别咱们 上官熙连忙打住他 是你 你什么时候见过陆队 顾及我们这些队员的感受了 只有你才是特例 惊吓哑然 来不及反驳便听见上官熙悠悠补充道 陆队若真有什么事 你直接去问不就可以了 何必在这儿费尽地猜测 再说吧 惊吓想起一年前陆毅干净利落的不告而别 他虽谈不上多生气或者失望 但若要他真的毫不介怀也绝非可能 他无可奈何地抓了抓湿噜噜的头发 决定先按下此事不表 便端起盆子走出了浴室 拿着刚换好衣服走出更衣室 惊吓就撞见站在廊上的陆毅 他穿着深色的训练背心 微拉拉脸的作战服松松地套在身上 丝毫没有遮掩他弧度恰好的肌肉曲线 听到声音 陆毅转头望向他 没有说话 难对袁洗澡速来比他们快些 惊吓不明白怎么这时候还能遇上陆毅 他暗自嘀咕 见陆毅没有开口的意思也不好真的假装没看见 面上便立即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陆对 你也刚出来 我在等你 陆毅开门见山 惊吓笑容一致 他从不喜欢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上 哪怕这人是陆毅 因此他酝酿了好半天 才压下薪酬就恨意起算直接跳起来 暴打他一顿的冲动 陆队有事吗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陆毅满不经心地扬了扬眉 惊吓闻言气急反向 也不与他多啰嗦 待见 当然待见 陆队若是能和我切磋一场 那实在待见不过了 好 陆毅汗手 似是担心他反悔 十分钟后 二号训练事件 说是切磋 不过是擒拿术的较量 惊吓本事随口一说 倒也没料到陆毅真的答应 他犹豫再三 将作战服和防弹手套 脱下整齐地放在一旁的地上 陆毅正好走了进来 见他如此 只是微微皱眉没有开口 二人过去对练惯了 只一个眼神过去 几乎就能判断出对方下一步的动作 惊吓抢先出了手 他一脚向陆毅的腰侧招呼过去 陆毅斜臂一拦 却见惊吓立马收拾悬身后踢 他再往后撤去半步 趁他脚位落地 抬脚朝惊吓支撑的单脚扫去 陆毅的动作犀利迅速 几乎不给惊吓反应的时机 惊吓神色不变 却借着重心侧疑的惯性 直接侵入陆毅的双肩暗导下去 两具肢体胶叠着重重摔在软垫上 纤细有力地胳膊锁死了他的脖梗 炫热的温度透过年轻姑娘细腻的肌肤传进他的体内 陆毅神色不变 只是轻轻呼出一口气 解气了 惊吓学着他一贯的动作挑了挑眉 膝盖稍一用力顶在陆毅两侧肋骨之间的位置 见他面色微僵 才猛地松开他站起身来 我还在想你打算死撑到什么时候 陆毅知道他在说什么 半撑起身子解释道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连防弹衣都不敢穿 你管这叫差不多了了 惊吓从腿上的口袋里翻出一张干净的纸巾 毫不犹豫地胡在陆毅的额头上 从他们在澡堂门口碰面到如今稍微交手不过十分钟的光景 陆毅的额肩已经浸出一层薄汗 若非他脸色还算不错 惊吓怕是会怀疑自己方才演习对陆毅的一顿招呼是下了多狠的毒手 被纸巾挡住眉眼的陆毅似乎笑了笑 任由惊吓使劲擦拭他脸上的汗水 还是你了解得清楚 我们可是对手 陆队长 惊吓微微垂下头擦他下额处的汗子 陆毅却突然伸出手扣住他的腕剑 深深地凝视着他微绷紧的脸 看来圆队忘了 我们不只是对手 惊吓抬起头 美好气地摆了他一眼 陆毅 做人要懂得分寸 你一回来不道歉就算了还想用苦肉计框我 我看起来这么好哄吗 恩 对不起 陆毅眼睛都不眨 快速地说道 惊吓哑然地看着能屈能伸的陆毅 终是将纸巾随手塞回口袋里 眉眼慢慢揉合下来 恭喜你 苦肉计确实有效 愿意地看着能屌子 还可以带着 男人观看着能屈能打着 一些道具材之间 原本会都不稍微 留意中心的一针毅 对面的一针毅 vel Tapi不稍微 对面的一针毅 这种 delivery